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爱我 他爱另一个人 那个人叫扎西 我承认 我一开始我恨这个人非常恨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扎西 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他是个好人 他会照顾桌木小姐 如果桌木小姐能跟他在一起 桌木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可那样的话 我心里就踏实了 否认 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 所以您也知道 为什么他们俩不能在一起 我希望我能替扎西照顾桌木 因为如果我能给桌木小姐一个幸福生活 我这一辈子就算成功了 但是我是个军人 我有责任 因为知道现在世界的灾难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我离开这里 如果我去执行我的任务 尊重我的责任 我就不能照顾桌木 但如果我不去 如果我留在这里 放弃我的责任 我就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求你 告诉我该这么做 告诉我该这么做 后面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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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你 尊敬的吐司大人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我们被马贼打劫了 什么 洛桑在回来的路上 被马贼给打劫了 来来来 我到你搬这边回来 来来 站住 来来 来 快给你 康文先生 不稳了啊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打把手 打把手 洛桑在回来的路上 被马贼打劫了 来 来 这边 到这里 那这么说 这个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但八哥哥 那些马贼 怎么什么东西都抢 你放心 你的零件 我会帮你抢回来的 碰到啥放手 你 LO λ 就不能在一起 尊敬的 coron بال 那一天起 我将永远不回终殿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请你为我们终殿 捐献一架飞机 我知道 以你们八错家族的实力 这算不了什么 如果你能答应这唯一的条件 那就请你 把迎亲的日期定下来吧 你根本就不爱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对她有承诺 我必须要让她重新飞上天 难道你的爱情 还比不上一架飞机吗 你不能这么说 那你要我怎么说 事实就是这样 你这么做值得吗 我问你 那我对康薇的承诺怎么办 他想留在这里 我又不能接受他 我不希望他再因为我难受了 那你也不能用一生的幸福 来做交易 什么是幸福 在我眼里 已经没有这两个字了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 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卓马 我知道你对康薇是有好感的 而且你对她的好感 要远远地夺过人间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她呢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能接受和美呢 这是良骂事 我那天在大殿 听见康薇在佛族面前祈祷 她对你的爱不比我少 不要再说这些了 如果我爱她的话 如果我爱她的话 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再谈论这件事情了 我们不能总是活在过我的回忆里 我的心已经死了 你是我哥哥 是 você 祝福我吧 我没有办法祝福你 因为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再说 你这么做我对人情不公平 公平 达马吐司 请原谅我的不请自来 周马小姐 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你说的婚事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 赢得你的爱情 对了 我已经派管家去重庆 给周马小姐订了一下飞机 你真的要买飞机 当然 这是迎娶周马小姐的条件 我当然要做到 成情的日子定下来了吗 我希望越快越好 我知道 周马小姐看中的并不是这些 不过 这也是我对你的心意 我知道 谢谢你 成亲的日子我已经选定了 我想这一次就把你带回墓里 到时候我们 周马小姐是我的爱人 你想把他拉走 就先杀了我 你这是干什么 周马 请你走开 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来吧 康尉 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什么 我不能爱你吗 我不能为你牺牲一切吗 周马 你忘了 你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你说康尉 我会跟你飞到天空的 你忘了 你忘了 你实际 敢我做 是不是 让我驾着飞机立开 那就跟我觉得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们把他放下 你们这样是在伤害我 知道吗 我接受你的挑战 骗子 任清先生 朱姆小姐只属于胜利者 不 任清 把她放下 不要伤害她 我答应嫁给你 绝不后悔 杨仁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朱姆小姐说什么吗 朱姆 朱姆 康威 我已经答应嫁给她了 我知道 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朱姆 朱姆 我会爱你一辈子 来吧 任清 来吧 住手 有没有想到 今天你们两个 不管谁死在这里 都会让朱姆内疚一辈子 这就是你要给她的幸福吗 丹巴哥哥 丹巴哥哥 何梅 你怎么来了 你们 你们这是干嘛呀 我们是为了朱姆小姐决斗 决斗 你们决斗也没用 朱姆小姐 你还爱我的大妈哥哥吗 何梅 我已经跟她是兄妹了 不 你们不是亲兄妹 你们可以成婚的 何梅 我们是亲兄妹 这件事情 早就被证实了 你错了 朱姆小姐的阿爸 不是多姬老爷 而是 你们等等我 朱姆小姐 她就是你的阿嬷 何梅 朱姆大阿嬷 是维系吐司的女儿 所难忘我 她已经死了 何梅 我阿爸早就跟我说过 我阿妈已经死了 不 我就是所难忘我 我没有死 我嫁给你阿爸之后 发现她心里 只有一个平民女孩 那个女孩叫屈梅 直到今天 她心里面 只有一个屈梅 朱姆 你替阿妈想一想 阿妈也是贵族 吐司家的小姐 从来没有受过 这样的委屈 所以我 所以 女友和 和八桑同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做 那样的事情 八桑是谁 八桑 就是你的阿爸 我当年成亲的时候 我的阿爸 让他护送我到终殿 他留在了吐司府 他看我可怜 所以 他关心我 于是 我们 八桑死了 八桑死了 是我害了他 我们做了对 对不起你的事 他让我和他一起私奔 我没有那份勇气 我怕给 威夕的索南家族 带来耻辱 于是我拒绝了他 我是个坏女人 我让他爱上了我 可是我却没有勇气 让他和我生活在一起 是你害了他 是你害了他 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他 他痛苦极了 对准自己的头 开了一枪 我的罪孽是赎不清的 几辈子也赎不清了 那后来呢 八桑死了 我真的很痛苦 我心里面好难受 也想跟他一起死 可是后来 我发现我自己 怀上了孩子 那就是你 捉骂 捉骂 我已经害死了一个好人 我不能再害死你 生你的时候好难啊 当时我在想 我好快要死了 也快要带着你一块 去见你阿爸 但是你父亲 请来了佩劳尔特神父 把我的肚子划开 把你娶了出来 这个我知道 神父以前跟我说过 你父亲以为 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把你当成了宝贝 他对你越疼爱 我的心里就越是痛苦 我想把你带走 离开吐司府 可是我又不忍心 再伤害你的父亲 女儿 你知道那段时间 我心里面有多痛苦吗 不 我不是你女儿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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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是不是阿爸 阿爸 阿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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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离开这地方 为什么呢 不管扎西和卓玛 是否是亲兄妹 你也是没希望的 我又没有希望 也不是你一个洋人说了算的 再说了 今天卓玛小姐说的那些话 我想你也听清楚了吧 对 但你得向你自己问一个问题 她为什么同意嫁给你 是为了我的飞机 那如果我留在这里 我不走 你以为她还会嫁给你吗 没事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我说的话你们都不明白吗 我说的是真的 丹巴哥哥和卓玛小姐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可以成婚 你们两个 一个都娶不到卓玛小姐 她是我丹巴哥哥的 我实在不能这样下去 就一个人离开了吐司府 我沿着蓝苍江 向北走 我要去朝拜 卡瓦格伯山 我要去神山 我要去寻找我的巴桑 当我来到 卡瓦格伯的脚下时 我发现我不能死 我的生命是神给的 我没有权利去左右他 我犯下了这么大的罪孽 我要用我的一生 来赎罪 我必须把我的一生献给卡瓦格伯山 在他面前为你们祈祷 所以我就隐姓埋名 留在了费来寺 没想着 没想着 与我们这么近 卓玛 卓玛 我亲爱的女儿 你知道吗 你的一切阿嬷都看在眼里 阿嬷每年都到终殿来看你 阿嬷虽然不在你的身边 却看着你一天天的长大 阿嬷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阿嬷 这些事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 我走了以后你父亲 也派人来找过我 但是他都没有找到 为了乐苍家的荣誉 他对外说 我已经死了 阿嬷为我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卓玛 我真的以为 有阿嬷 是喽 我不能死 如果我死了 谁又能解开这段谜呢 自从何梅告诉我 我的女儿爱上了扎西 我就一直想见到扎西 当我见到 扎西的时候 我知道我女儿的眼光不错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的女儿 可以和她心爱的扎西在一起 浊玛 浊玛 阿嬷 认你 阿嬷 阿嬷 嬷儿 你叫我一声阿嬷 我很幸亏 可是我更愿意听到 扎西能叫我一声阿嬷 天手 卡什 阿嬷儿 他 死我 你 没有 你 扎西 任俊先生 怎么 有什么事 追到你了 我还以为你又来找我决斗了 我们两个都输了 都没戏吗 对 对了 我的人发来电报 说给卓马小姐订的飞机已经订好了 怎么了 你后悔了吗 我不后悔 对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个飞机不是送给卓马小姐 是送给你的 送给我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是盟军的飞虎队啊 怎么了 不想要啊 要 肯定是要 但是我也想把我那个老朋友修好了 飞回宽敏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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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